各位新竹市的朋友 年輕朋友 大家好 我今年已經六十二歲了 所以其實我不擔心我這一輩子要做什麼工作 因為我快退休了 但是我會擔心我自己的小孩 擔心我們所有年輕人 我們未來的年輕人怎麼辦 我先講一個 大家也許不會那麼有感覺 我小時候我住在鄉下 各位朋友 你如果有住在鄉下 跟你爸爸媽媽問一下 小時候即使在鄉下 一條街上 一條街上 每一家都是店 為什麼 每一家都是店 因為你要買什麼東西 五金行什麼行什麼行 麵包都有 你到附近鄰居都可以買了 以前每一個地方 以前 以前在台灣 不管你是都市 還是鄉下 整條路都是商店 都是商店 因為你要買任何東西 走幾步路 有書局 有麵包店 有賣五金行 什麼東西都有 但是你想想看 今天你如果要買五金 你要買任何的東西 你到哪裡去買 新竹市 你就到愛買 或是大正花 你如果要買小東西 你到哪裡 Seven 對不對 全家 你要買漢堡 前面有一家漢堡王 以前 整條路都是店 但是 現在都沒有店 我要講的是 在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每一個人 都可以當頭家 頭家 每一個人都可以當老闆 都可以經營自己的小型企業 但是 現在都沒有了 也許你沒有感覺 但是你的爸爸媽媽 很有感覺 因為 很多以前自己開店的 現在都說起來了 沒有生意可以做 為什麼 因為都被大企業佔領了 所以現在你買任何東西 都要到 像 Saman 像 愛買 像這個大正花 像這個漢堡王 麥當勞 這個地方去買 所以 大部分人都沒有辦法 經營自己的小本生意 很困難 但現在還是有 比如說 你可以開個 你可以開個小型的水電行 你可以開個小型的五金行 你可以開禮法廳 但是 所謂的福茂 福茂 我們台灣 現在馬陽九政府 要跟中國簽的福茂 等它通過之後 中國的這種小型聯手企業 都可以到台灣來 以後你要開個禮法廳 你會抵擋不夠那個聯手的禮法廳 你要開任何的小店 你都抵擋不住那個聯手的大型企業 所以 將來我們的年輕人會越來越辛苦 你沒有辦法自己 小資本開一個小企業 將來會越來越困難 這個對我們的年輕人不好 但是對那些大企業 他們會賺越多的錢 但是大企業對我們是好嗎 你現在看那個大桶對不對 大家都買大桶的油 結果那個都是黑心油 所以大企業對我們並不好 我們吃的東西不會更安全 反而更不安全 小型企業不會做壞事情 大企業就會做黑心商品 所以 所以 我們要反對這個福茂協議 福茂協議一旦通過以後 所有的小型企業都會消失 都會變成大企業的聯手店 那我們 大家都變成是中國人在這邊開的企業的 都是他們的勞工 所以我想這個對我們的年輕人來講 我們的未來 我們的將來 會更沒有保障 更沒有保障 我覺得這個是 跟我們所有的年輕人 跟我們所有的當父母親的 都是非常切身有關的 這個我們大家應該反對 我們政府要跟中國簽的這個福茂協議 這個是對我們的 對我們的 所有年輕人 對我們的小型企業 現在進行 小企業的這些人 其實是非常不利的 希望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抵擋這個福茂協議的簽訂 謝謝大家